Hello,大家好,这里是小林 有没有觉得这个画面似曾相识 应该是今年冬天的时候呢 我也拍过这个视频 就是说机油乳化 现在冬天了哈 很冷 今天是-9度 我就好奇 我看看我的车有没有机油乳化 首先呢,我的车有点烧冷却液 没事,冷却液烧一烧,无所谓的 我买回来了 今天呢,主要是看有没有机油乳化 来,一进到底哈,没有剪切的 我还把这个温度计拿出来了 现在就是-3度,看一下啊 然后呢 这还行 今天没有昨天冷 但是水有点不流动了 这是我买的那个冷却液 等一下就给它加进去 那今天的目的呢,就顺便看一下 有没有乳化 现在开了 好冷啊 顺便来看一下我这个车 一副厂转 张细细的工具车就是这样子 生产力工具嘛 但是呢 看一下,什么样子 我把这个手机放在这里 好冷啊 我是等于一把鼻涕一把泪在给你们露 好 这是2.5的那个发动机汽油版本 然后它是由那个报废翻新回来的 当时呢 车灯坏了 门皮坏了 里面东西没有怎么坏 里面根本没坏 我给它弄好了 我还是用两把刷子的哈 嘿嘿嘿 好 其他都不说 好我们来看这个 把这个翻开 哎呀天气冷了 什么都放 哎算了不放这个了 这个是老鼠咬的 我加了这个翻新杆哈 然后这是我其他的一个电器系统 额外加的一个供电单元 很牛逼 不说这个 先把这个抽出来 冻住了 抽出来也看不出个水以兰哈 你看有增多看到没有 这是多的不得了 看到没有 而且呢 还是超过这个 呃 第二个点的上限了 其实第二个点应该是缝嘛 但是我已经超出一厘米了 OK这是第一点 这是增多的一个问题 然后现在盖子 啊 啊 好开了 开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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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还是有的 你看 这里面呢 盖子糊的到处都是 里面白色那个不是 但是这个呢 绝对是实锤的 你看 这是实锤的 这都凝结在一起了 你看 OK 来拍一张照片 这样子 呃 还有加上这个 我的天哪 这是我预料之内的事情 其实我 我感觉就是有点儿 怎么说呢 就是 不是很意外吧 因为夏天的时候我也遇到过一次 他不是说任何温度只在低温的 但是冬天他比较严重 你看 太恐怖了 太恐怖了 唉行了 我回头呢 呃 这个问题还是得解决的哈 回头就是我得看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 然后这个冷却液哈 也给你们看一下 现在是 基本上是没有了 冷却液给你们看一下啊 冷却液是已经关了 昨天就是暴力驾驶开回来 你看冷却液露的一地 看到没有 红色的 所以我这个车是有烧和那个漏冷却液的问题 你看这里也漏了一地 看到没有 基本上这个已经是关了 看到没有 你们已经是没了 不只是漏 而且是烧 烧冷却液 漏冷却液 在这边爆的到处都是 这个位置也是 红色的嘛 红色的就是这样子 这是我这台车的一个通病 你看这个位置也是这样子 漏的一地都是 OK 然后它有两个问题 就是烧冷却液 漏冷却液 然后呢 肌肉乳化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了 各位 我得去修车了 好 在这边 大家修车 好 白色的 工具 按挤 可以